阿姨 你赶紧看看这个 上海德星之药 对 上个礼拜 我的市里开会 碰巧碰见了这家公司的总经理 他的会上还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 说要说要把中药 推向世界走出中国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回来之后呢 我就去他的公司看了一下 他这个公司呢 是一家致力于中药研发的公司 规模不是很大 但是他们的技术力量很强 这家公司同样也面临着资金 跟发展的问题 所以我想 所以您想收购这家公司 对 我想我们永康 也到了拓展业务范围的时候了 其实今天我是带着合同来的 上次您跟徐总谈完以后 大大加强了两家公司合作的信心 而且这次徐总特意把合同 由融资改为投资 如果他知道 永康有拓展要业的计划的话 我想徐总会更加高兴 太好了 这样啊 你把这份合同给我留下来 你把这份资料给徐总带过去 让他看一看 另外一个 既然融资改为投资 我希望我们双方 再好好商量商量 下一步究竟该怎么走 韩总 如果方便的话 我想去上海登星之药去看一看 如果永康真的有心要收购这家公司 我们要好好 对这家公司做一下评论 好 永康这部剧走得好啊 别看德星之药规模不大 可是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 还真不成 他们不仅有自己的生物员 而且他们的总经理 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医学博士 这个技术研发能力非常强 我们这次一定要帮助永康 完成对德星的收购 如此一来的话 这就意味着永康 将来不仅仅是一个医疗器械公司 而是朝着健康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哎呀 谢谢 谢谢 朋友们 今天对于我们永康来说 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我们永康医疗和德星之药 从今天开始就是一家人了 我相信德星之药的加入 将会是我们未来发展壮大 最强有力的伙伴 不论是在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上 还是在中药的研发生产上 我们都要坚持走 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道路 不断打造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我今天很荣幸成为永康人 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我说点主要的吧 我们研发团队正在 并将继续致力于 心脑血管 胃肠肝胆 和抗肿瘤的现代中药的研发 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三到五年 系列产品的主要目标 我们要努力推动中医药科学技术发展 希望在这一领域有所突破 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保障人类健康幸福 阿姨啊 你是我们的牵线搭桥人 你也说老去吧 首先祝贺永康和德行制药 签约成功 我们广汉会继续完善 金融服务于企业的理念和内容 会做得更好 还要感谢你们对我们广汉公司的信任 与此同时再次祝贺你们 合作愉快 还生我气呢 我 不生气 海英 你是不是以为 你姐特别小心眼啊 姐 我知道 压缩永康医疗器械 拓展新领域 你一时半会儿有点接受不了 是啊 我刚到永康的时候 永康刚改制 那时候我在想 我一定要好好干 再普新买一套房子 我就心满意足了 其实德行制药 王总 我是心里是挺佩服他的 这次收购 他们也做了很大的让步 你看 一个王总经理 变成了副总 其实他的眼光 比我远 王克力真是挺有意思的 坚持要把中药推向世界 我看好他 他就会是什么 会是什么 你只会是什么 帮助 他就会把我给你 他就会给你 一步 你会讲